大家好,這個算是一個開箱的第二部曲 因為上次開箱買的Samsung Tape-Lite S6 Tape-Lite 那時候其實我買的時候只有這個啦,只有裡面這一台 然後我有點忘記,可能我應該是先買了那時候開箱開了這台 然後開了這台之後才買了這個殼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欸對了,就是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筆啊,這個筆其實可以直接吸在你的這個平板上面 所以你如果買殼的話,你其實不用特別思考說 欸我今天要有一個套筆的地方這樣子,或者是放筆位置 其實因為它就是可以直接吸在這上面 那這個筆其實也不需要充電,就是我有詢問過Samsung的IT人員 那這支筆跟Apple Pen不一樣,就是不需要充電 所以它就是只是拿了就寫這樣子,所以算是一個優勢吧 然後之前買這個殼啊,那時候會買這個殼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應該一開始我想說我不想要取代 就是我的平板會取代我筆電的功能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那我就只要買一個殼就好 不要買一個鍵盤來自己就是重蹈覆測過去的 過去買那個華碩平板電腦的那個應該叫做這個,就是陰影這樣子吧 就是因為之前我就想說要為了要取代那個平板電腦 就是電腦的功能,然後就買了這個平板電腦 然後覺得它速度很慢,然後我常常在抱怨這樣 那所以這次就沒有買那個 但是後來發現說,如果我有一個鍵盤的話其實是更好的 原因是因為我真的是很長把這個東西帶到我的實驗室去 然後我會,對,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上次那個影片因為還沒開始使用 那現在我其實開始使用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發現我非常推薦啦 就是如果你要花這個美金三百塊以內有找 然後又付筆的話 就是Samsung Tape Lab, Tape X6 Lite 就是這個蠻推薦的 我應該是買64GB的,應該不是128GB 然後這是Wi-Fi版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其實蠻常用這個就是來寫一些筆記這樣 那甚至我,如果你知道我在做一些Podcast 其實我就是有很多那個設計的問題啊 然後傳給朋友就是參考 就是這個錄之前參考的一些問題 我一直都用寫,然後我就發現說 很,這個書寫上面很,其實是很像你在寫在一般的紙上 這樣的那種觸感 然後還有呈現出來的狀況這樣 所以我用到現在來說我是非常推薦啦 我甚至其實有在想說就是 也許我爸媽,尤其是我爸可能會喜歡這樣的產品這樣 那所以之後可能可以考慮 就是他們可能也可以用這樣的產品這樣子 對,那今天主要介紹的是 我就,反正我就買鍵盤這樣子 然後其實鍵盤也沒有多少錢啊 就是那時候買這個殼 如果再加一點點錢就可以有殼又有鍵盤這樣 那所以剛好,其實昨天就要到貨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昨天沒到 然後今天才到 然後所以就想說,那就來開箱一下 那其實這個 我是買這個什麼finite 就是無限的那個,infinite的那個finite 少完I,N這樣子,finite 然後 所以 所以這樣是代表有限吧 好 那所以它裡面 它裡面就是一個殼這樣子 我選了一個畫畫的殼這樣 然後 所以等於說 我這個殼可能就沒有用了 如果 如果 我等一下順利可以裝上去 然後使用的話 如果有任何人看到這個影片 然後 你也有這個tablet 但你缺一個殼的話 跟我講 就是 我這個時候送你 這樣子 如果 你出運費的話 我這個殼也送你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到底 殼加鍵盤是什麼概念 其實我在網路上 那時候買的時候看 它的概念是 就是 就是 以這個殼來講 就是說 這個 平板裝上來之後 然後這裡 是可以 有個吸附式的 藍牙鍵盤 吸上去 這樣子 然後那個鍵盤 就我的理解 是要充電的 那等一下打開 看來就知道有充電鍵 現在看這個 上面說明是有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然後 其實我覺得 等一下打開應該長得很像這個 就是 有一個框架 然後弄上去 然後這邊就是 給你擺設鍵盤 那 我又選了一個 我其實很在意 很在意 殼的外表 所以我又選了一個 花花 花花的殼的外表 然後 然後 大概兩張保護紙 這個紙摸起來很像 那個 鞋子 那個有沒有 就是去買鞋的時候 那個鞋子裡面 會有那種 那種紙 跟那個材質模一樣 摸到這個 就想到買鞋這樣子 然後 OK 所以它這裡 也有一個 還有防腐劑 為什麼 乾燥劑 這個非常好 這個 雖然 Milwaukee是一個乾燥的 城市 但是 這個放這個乾燥劑 我覺得還是很有趣 然後它就有一個這個 海綿墊片 那 確實就跟我想像的一樣 這個 這是我舊的 然後這是新的 那它差別是 上面框架都一樣 然後 這殼的這部分 也有一個就是相機的孔 然後 我覺得主要不一樣 就是在下面這個部分 大家如果可以 可以看到的話 這邊 舊的其實是平的 然後新的這個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凹槽這樣子 那這凹槽是什麼 用處呢 就是 我看那個 就是 Amazon上面介紹 然後它的功能 是這樣子 是 我這樣裝上去之後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 這個平板就這樣 潰住 然後潰住不同的角度 這樣子 大概是 大概是這種概念 這樣子 然後 然後你就可以調整不同的 這個 使用角度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就看 這是FIT的啦 這是 這個殼就是有 確實是有 這個 符合 大小 這樣子 雖然好像 稍微啦 就是這個好像扣比較緊 這個好像有一點滑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可以移動 這樣子 但我想它可以移動 其實也是合理的 因為 它可能 製造一些空間 是給那個 鍵盤放的 這樣子 好 所以 嗯 那我們現在就換開箱鍵盤 這個 要用剪刀 那鍵盤它是說 它 嗯 這個電池是 離電池 然後它 宣稱說 很輕 那離電池的電量 是280 嗯 毫安培 對吧 對 好安培 然後 它就是一個 藍牙的鍵盤 然後它附這個 USB的充電線 然後還有一個 使用手 那 這個 所以打開的話 就是 我想這應該是充電線吧 對 這是一條充電線 然後是 是 Micro USB的充電線 那這線其實我超多的 你看這個 這邊就兩把 這樣子 所以 搞不好這個就用不到 這個 就繼續收集 收集多 多的線 這樣子 可能可以 也許丟在實驗室 這樣子 那 確實它是蠻輕的 我覺得這個 摸起來的重量 它 跟我們寫多少 我覺得大概 我覺得真的蠻輕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比 我之前舊的殼 大概輕了 三分之二 大概可能只有 舊的殼 三分之一的重量 這個是 它寫 Made in China 我想這不意外 就是 很多 Amazon的產品 其實都是 中國製的 這樣子 那 其實很多 很多的產品 就是 它 品質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就是看一下資深 然後 好 所以 這個 User Manual 所以 這個鍵盤上面 其實是 有開關的 在這 左上角 右上角 右上角 然後它有 這個 ON和OFF 打開之後 然後你就會看到 燈亮這樣子 亮藍燈 然後它說亮藍燈之後呢 嗯 就 你就 Turn ON你的 Power Switch 那我現在其實 Turn ON 然後 它說會閃兩秒 然後會 會按掉這樣 所以現在按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 等一下就是要按這個 Connect Button 所以 就是要配對 所以 不是那個 流配的那個 配對 就是 現在我們要配 配對這個鍵盤 然後 我看一下 所以 所以 我先找一下 它應該是藍牙的 控 這個 連接 所以 OK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就按 Connect 然後應該 對好 它現在藍牙的那個 這個燈就亮了 然後 我這邊就有 有看到一個鍵盤 然後我就可以Connect 這樣子 那它就問說要不要Pair 然後就 Pair 然後OK 現在就Connect 所以我再猜 現在應該可以 喔對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到這個 我剛剛想到一個 如果鍵盤上有附帶那個 滑鼠那個有沒有 就是那個 筆電那種 就是滑鼠的鍵盤 那個 觸控區的話更好 就是 我可能就可以直接 這樣子 然後又不用用筆這樣 也是蠻好 那時候沒有想到 搞不好 有那種設計的鍵盤 大家如果下次買的話 可以 如果你覺得 這也是好的主意的話 你也許可以參考看看 那 好 現在 現在就 喔對沒錯 所以 這樣子 你看喔 所以 所以它真的是 實力還蠻強的 所以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就吸上去了 然後就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 但基本上 我覺得 開玩笑啊 所以我現在吸住了 那 嗯 對 所以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整 整塊都可以吸 就是可以吸這裡 然後也可以吸這個 下面這樣子 那 我覺得應該是要吸在這個位置 因為 因為這裡有三個可以調的角度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OK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操作一下 看看 這個 嗯 這筆還是一樣可以吸在這裡 那 OK Home OK好可以 可以操作 那我先來用個 查一個Google看看 打個字看看 嗯 比如說 查一個Google Flight 嗯 怎麼是打中文的 嗯 怎麼切換 鍵盤呢 切換中文輸入 要怎麼切換 這樣嗎 不對 哦 好 anyway就是現在可以打中文 那我就打一個 嗯 機票 機票 好 然後 OK可以 欸可以 OK好 所以 所以這樣就確實 確實可以 就是這個鍵盤是 是有用的 這樣子 成功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平板電腦的二部曲開箱啦 那 嗯 如果有興趣就是 購入一個平板的這個 鍵盤的話 我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好的 就是方式這樣 那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可以這樣貼起這個 這螢幕這樣 然後就有點像 就是一個 微型的筆電這樣子 然後 嗯 因為它也很輕啦 所以 嗯 我看看哦 如果 吸住的話 可不可以 欸可以耶 它可以這樣整個蓋起來 所以 所以只是說 真的重了蠻多的 我覺得這樣子 拿起來應該有 可能 我覺得 可能有兩 三磅 以上吧 搞不好到五磅 不知道有沒有這麼重 因為 原本這一個啊 這樣子 然後加那個可能是 一到兩磅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原本大概重了兩到三倍 那 總而言之就是 嗯 其實這個鍵盤是沒有很重 但是 我覺得是這個殼在重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磁鐵這樣子 然後 所以它增加一些重量 它其實這個 這個磁鐵啊 這個 就比我 比這個鍵盤還要重了 那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嗯 Samsung的Tablet的 我買了一個鍵盤的開箱這樣子 好 希望 就是大家 如果有這個需求 就是 的話就是可以 嘗試看看 那其實 這裡啊 這裡其實就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那個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是它可以 它是可以這樣插筆的 就是 這樣子 你可以把筆插在這裡 這樣子 那當然其實它做真的是多餘的 因為 因為你的筆可以直接吸在 吸在你的這個 平板上 好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啊 那 如果 你有剛好買這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然後 分享一下說 你 這個 使用上的心得怎麼樣 嗯 好 那就這樣啊 大家保重 拜拜 拜拜 拜拜